下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生产的这个系统修章机 就是这一款系统修章机 它要搭配使用这个一个气泵 比较控压机 然后就是说这个模具 这个模具可以选这个铝滑轨的 也可以选这个ABS滑轨的 装成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这个是我们公司里面的切纸刀 就是说把那个纸片打印好 然后切下来用剪刀 就是剪开之后 然后剪成这种圆片就可以了 就可以制作凶章了 听了听了 仔细讲解一下这个气动凶章机怎么样安装 首先我们拿到这个气动凶章机的时候 我们观察一下 这个里面是油水分体器放了一点油 在里面起到这个润滑这个气缸的作用 这个我们这个机器也是通过CE认证的 就是出口欧洲啊 美国就是也是达标的 那这一边的话呢 就是一个电源开关 这一部分的话就是差不多工作电源的 这一个是一个脚踏开关 脚踏就可以了 这个是一个时间调节的 就是说这个气缸 它压这个模具的时候 它压下来停顿多少时间 这个秒速计算的 像压这个铁卡的话 就停顿时间短一点 压这个塑料松张的时候呢 时间稍微长一点也无所谓 这个位置的话是这个气管 进气管 进气管 从这里就直接往里一塞就可以了 塞紧 退出来的时候呢 就是用那个手 把这个蓝色的塑料键往里面按住 然后拔出来就可以了 这一端的话 这个接口 主要是接那个气泵上面的 那个那个这个位置的一个一个接口 这个地方的话是这个气压压力表 我们一般工作的时候 在这个气压6到8公斤之间都可以了 这个地方是一个气压调节的 你拔起来 如果气压只有四五左右 你拔起来 上面有加减 我加的地方就是变大 调到你比较合适的一个气压 工作气压 比如说6公斤 或者7公斤左右 你把它调好之后 按下去就可以了 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喷油 就是润滑这个气缸的时候 这个油量的大小 可以 你看到也有加减 把它稍微调节就可以了 一般做厂的时候 我们都调好了 这个位置是一个电视阀 就是你工作的时候 就是说电通了之后 你可以按这个位置 往下测试一下也可以 下面我们就是接着讲一下这个气泵 在这个安装注意事项 这个这一部分的气 气动凶装机的主体部分已经讲完了 等一下我们就可以把模具装上去 试压一下 然后这个就是说 这个最小的一个控制机 是40升 这个气缸是40升的 电压是550瓦就可以了 就用我们220伏的电压 插上去就行了 那么这个有些人就问 这个气缸怎么配 也可以让我们给你们整套的配好 比如说一个凶装 气动凶装机 一个气泵 然后你要什么模具 就配什么模具 然后搭配什么样的规格的 这个切纸刀 这个气泵呢 呃 这钢体越大 就是储存的气量就越多 就是说它插上电 它工作一次 存储的那个气体就越多 就像你肺活量越多越大 然后你压的时候呢 它的就是说 不需要连续蹦气 它就可以在那休息 等到你比如说压个100个左右 它气压比较低了 这个时候它再进一步蹦气 不过呢 这个小的已经可以 就是说你用量不大的时候 也可以用了 像这个个体也不大 这个重量也很轻 只有16公斤 像这个气动凶装机 也只有22公斤 所以说比较小型化 你看桌子上面就可以 可以制作这个凶装了 这一部分的话呢 我们要注意一下 这个位置是一个出气孔 就是气缸 气缸 这个气泵 这个气连接到这个气动凶装机 上面来的时候的一个接口 这个就是那个接口 接口的位置 这个地方要用生胶带 我们出厂的时候 会给你把它这里浇好 生胶带到时候会给你们就是说缠绕好 然后你拧上去就不会漏气了 其他的一些配件 就是说这个脚垫 就是说我们在装箱的时候 可能没拧上去 就是放在那个装箱里面 到时候你把它拧上去就好了 需要注意的时候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消声器 也就是这个进气的时候 你要把它拔下来 然后把那个拧上去 等一下我就给你们拧上去 这个是堵在这个这个袋子里面 把这个部分要拧紧 现在是我不拧 等会我们把它拧好了 这个东西要拔出来 不拔出来的话 把它气进进不去的 然后这个钢铁的下面 有一个排水的 一般用个三五天 如果是天气潮湿的话 把这个拧开水排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拧回去就行了 这个是地缘插插口 这一块呢是没有用油的 它就是静音的 就是说噪音也不也不大 也比较比较比较实用 好下面的话 我们就把它组装完了之后 大家来再看一下这个 气动凶装机的 气动凶装机的使用情况 好的样子 这个是气动凶装机 这个线已经插进去了 管子 这个是脚踏开关 然后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模具怎么装上去 首先把上模这个箱子 这里有一个点 把这个点对着这个卡槽后面 装进去就可以了 如果你在以后的使用过程当中 把这个上模如果是都能旋转呢 说明这个螺丝松了 用个内六角扳手 我们已经有配好的在里面 到时候套上去的时候 用内六角扳手把它拧紧锁 锁紧锁的时候要注意呢 就是说这个箱子跟这个 在一条线上面就可以了 那通过这个孔的手 一二三 这三点在一条线上就可以了 然后这样套上去 这个是这个模具的下模 这个电圈 我们放在这个里面 是为了做这个铁铁底的胸张的时候 把它垫高的作用 如果是做这个塑料底的胸张的时候 就不用加这个电圈了 这个模具的话呢 这个是箱子左右两个 各一个箱子 起这个鲜味的作用 这两个箱子的话呢 一个这个左模 右模 也是这样子跟它是垂直的 好 那么我们先开始装上去 上磨孔对好 好 细节丝把它吸住了 然后轻微的你这样子活动 让这个箱子呢 能够突破这个孔就可以了 然后呢 从左往右 这里稍微抬起来 然后如果是你这样子没有通过这个孔 就抬不上去 让它轻轻拨一下 好 抬上去 从这个滑槽里面滑过来 线微箱 放进去 看一下左右 这个位置 好 可以了 那么呢 在压左边的时候 我们要求是 这个盖板 是压在这个三个箱子上面 这里保持有这个空间间隙 才能够让这个 这个里面那个上盖 纸片 磨片 这三个东西 在它上磨压下来的时候 能够将这三个东西顶上去 顶上去 在这个上磨当中有空间 保留有空间之后 它这三样东西才能够在里面停留 如果你这样子 在压左磨的时候 是密闭的状态的时候 那么说明这里面没空间 它这个纸和 磨 上盖 它就 没办法进入这个上磨 所以说有些人他说 为什么压左边的时候压不上去 就是由于 没有注意这个事情 而导致的 所以说 压左磨的时候要求 一定要注意 这个盖板 这里是有空隙的 然后用我的手 这一部分是密闭的 等一下我们气联好 示范给大家看一下 好 这个是气缸 脚垫我们没有装 你自己把它脚垫 垫起来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现在是桌面上演示 这个是消声器 也可以从这里进气 已经拧好了 这一部分是这个接头 伸胶带已经采热好了 这个开关是已经关闭状态 等一下这个插头 插上去之后 这个往后拉 往后一拉 往里一塞就可以了 往后没拉 再塞进去 退回来就可以了 然后气 好 已经通上了 现在我们在桌子上面 也是可以试的 你看 现在工作状态上是正常的 这里是密闭的 这里是有空隙的 说明这个上膜可以保留有一个空间在里面 右膜 这个线位也是正确的 你看 这里是工作状态是密闭的 假设 这个你在使用过程当中 这里歪了 因为我们这个下面是一个大台环套住的 你可以左右旋转 这个都没有关系 都不影响 然后让它能够靠住这个销子 达到这个位置的效果就可以了 右边也是的 假如说夸张一点 拧到这里来了 或者你自己拧的手 装的时候 把它没搞搞对 这个你把它拧正一点 就不影响了 下面呢 我们就是制作一个这个胸章 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上盖放进去 纸片 这个图案 朝上一点 对着这个销子 再往过来一个一点的重的方向就可以了 抹片放进去 推过来 然后这是等会压 这个是电圈 我刚刚讲过 就是做这个铁 铁下壳的那个胸章 金属胸章 后盖的时候 就放进去 这个光面朝下 这个锋利这面朝上就可以了 跌针它是靠上面这一端 好 现在我们压一下 然后推过来 然后推过来 这里 好 取出来 这个胸章就做好了 然后如果是做这个 塑料的那个胸章的时候 就把这个拿出来就可以了 我们在哪里那个材料 做一下这个塑料这个后盖的胸章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上盖放进去 然后纸片 这个塑料膜片 推过去 这是塑料底的 这黑色电圈 已经拿出来了 看好了 这是塑料底的胸章 这是正面 这也是正面 这是背面 好了 现在我们就是讲一下 把这个气动胸章机上面的那个模具 怎么样换模具 我们这一款胸章机呢 是跟我们公司里面的圆形模具 都能够通用的 圆形我们目前有8款模具 都能够互换 下面我们看一下 怎么取出来这个模具 换小的模具 这个消灵取出来 左边的 然后右边的消灵 也把它取出来 好 然后把这个上模具 你看这样子 轻轻的 一定要注意是轻轻的 不要太猛 轻轻的旋转 它能上来 就可以了 拖住它 一个手拖住它 一个手 你看 把模具从右 往左一拉出来 就可以了 放这位置 上模具 然后也用双手这样拖住它 往下拉 它就能拉出来了 这是模具 上模具 放上去 这是两个箱子 就可以了 换模具 装模具 就是刚才讲过来的方向 反过来就可以了 这样子 反反之就可以了 也是这样轻轻的推上去 塞进去 放下来 销子左右 各一个 就完成了 熟练的 非常熟练的话 这个停顿时间可以稍微短一点 然后有些腰 有些产品 它要求 这个要力很大 或者要停留时间多一点 要压得紧一点 你这个时间可以调得长一点 有的它很容易去压紧的 那么这个时间就短一点 这样子你的效率也高一点 好 OK